我们来读上帝的话 创世纪39章1到6节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货卫上 从那里带下他来的伊什玛里人手下 买了他 约瑟住他主人埃及人的家 又见耶华使他手里所办的精斗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事后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耶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华就因耶瑟的缘故 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事家里和田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华赐福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概不知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正道 讲题是顺服的操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跟坐在两边的时候 很高兴能够看到你 有一部电影名字叫做自由之心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12年的奴隶 这部片子在86届奥斯卡得到最佳的影片 描述了在美国1840年代 有一个人被剥夺了所谓的天赋人权的真实故事 Solomon是他的名字 这位黑人本来是一个自由人 有一天 他被邀请到华盛顿的表演小提琴 原来他被设计贩卖人口 邀请他吃个晚餐 酒喝多了 结果一觉醒来 他自己已经被当成黑奴 而且他的名字也被改名 叫做Platt 他被毒打 他被虐待 他随即像许多黑人 像个牲口一样被贩卖到南方 那个时候的美国 还没有解除黑奴的制度 在这个中间十二年的奴隶的生涯 Solomon哭不堪眼 他的第一个主人名字叫做福特 福特对待他还不错 因为Solomon不是一般的黑奴 他很聪明 因为拉小提琴 而帮助主人解决了许多的问题 但是公头非常嫉妒他 因为他做事非常讨主人的喜欢 因此公头想用私行把他给吊死 就在快要被吊死的过程当中 其他的黑奴装作没有看到 没有一个人想惹事 只想照顾自己 直到主人骑着马匹赶回来 解救了他 就把他转卖给另外第二个主人 名字叫做Abbs Abbs是一个非常野蛮 生性非常残暴的一个人 常常鞭打这些黑奴 他的妻子跟他讲 你这样打下去 难道不怕有一天被他们反抗吗 导演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 在告诉所有的人知道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是黑奴的主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借着奴役别人 而不会良心责备自己 他们自己心里也内心知道 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可是他们却违背良知 苏罗门后来遇见非常善良一个白人 叫Bass 把他救出来 并且透过关系 他返回到北方 属于他自己的家 你知道吗 回到家的时候 人事全非 妻子也改嫁了 他与妻子孩子 相拥哭哭泣 十二年之前 一个晚上 一夕之间 他从自由变成了奴隶 而今天也一天之间 他回归了自由 但是却是人事全部都改变了 我们在读这个约瑟的故事 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想象 什么是奴隶 奴隶是什么 是一个自由的人 忽然之间被剥夺了 他的天赋人权 而这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 不论你的种族 不论你的地位 不论你的皮肤颜色 不论你的教育程度 你都不可以 用各样的方式去剥夺别人的人权 因此有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影片去想象 圣经故事当中的主角 只有十七岁 只有十八岁 被剥夺的自由 贩卖他乡 然后又辗转卖到了 护卫长的家做奴隶 他要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人生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可能这样的状况 层次不同的一个状况 你很困难选择的状况 你要怎么面对你的一生 你的未来 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 学习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要确信上帝与我同在 可以突破困境的限制 特别是产生一种积极的一个态度 约瑟被形容常与神同在 或者说神常与他同在 十七十八岁的人 上帝常与他同在 度过他恐惧的年代 圣经这样描述说 耶稣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稣与他同在 使他百事都顺利 他主人见耶稣与他同在 又见耶稣与他 使他手里所办的 尽都顺利 各位想看看 耶稣被卖到埃及 波提法的家当作奴隶 第一天的晚上 住在奴隶的房间当中 可能他戴着手铐 睡得安稳吗 也许在夜梦当中 看见他的哥哥 那些无情的眼神 令他不寒而栗 想到被丢到阴暗的坑里面的情景 心中还在颤抖 而今天晚上这里是哪里啊 我还有明天吗 那时候的约瑟一定向上帝 哭诉说 主啊我的爸爸在伯特利 在亚伯渡口的时候 跟你相遇了 你将拯救的话语赐给他 我求你我的主啊 我求你 我照着我爸爸教导我的信仰方式 我向你祷告 求你拯救我 除你以外 我别无拯救 我们都有这样的状况 环境迫势你 怎么会这样子 一个信任的人背叛你 一个家庭可以瓦解掉了 而你现在还要活下去 你对上帝说 除你以外 我别无拯救 我相信约瑟对上帝的帮助 没有丝毫的怀疑 就如同走过死云有谷一样 也不曾怀疑上帝同在 因为他看见的爸爸是这样子作为 父亲的影响对他非常非常的大 他紧紧抓住上帝 好像先知以撒亚曾经说了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西安说 耶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夫人嫌能忘记他此乃的阴海 不离去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啊 我将你鸣刻在我掌上 你的强还藏在我眼前 各位想看看 你们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 刻在上帝的手上 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 你把他抓起来 想象一下上帝把你掌管在他的心肝里面 这多么温暖一句话 从小到大 生活在自由被父亲宠爱 过这个富裕 有仆人伺候的约瑟 一夕之间他变成奴隶的 被带到遥远的地方 但感谢上帝 他的内心 里面有一个力量支持了他 是从他父亲那里 学习来的信仰 他紧紧抓住对上帝的依靠 圣经这样描述说 耶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势顺利 有什么比上帝同在更有力量呢 我相信摩西亚明白这个道理 当他要带领的整个以色列百姓 进入到加难地之前的时候 他对上帝祷告 人在什么世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难道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 难道不是你使我跟我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族有所分别吗 因此弟兄姐妹 你成为基督徒 你活的样子就必须与众不同啊 我们不能跟别人一样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了 许多基督徒处在困境当中 仍然能够活出 让许多人敬佩地敬仰生活 关键在于我们不断地经历 与上帝同在的事实 就像我们读保罗希腊的故事 非常非常的真实啊 我们一起来念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扒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监里 吩咐进竹严谨看守 进竹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 两脚上了木狗 也在半夜保罗和希腊祷告 尝试赞美上帝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咬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敬竹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敬竹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俯伏 在保罗希腊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全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敬竹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敬竹离他们 上自己的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上帝 都很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 神迹奇事 会发生在谁的身上 发现那些 信心是采取 采取积极态度的人身上 这个故事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这个故事出现在约瑟的身上 这个故事出现在 Solomon身上 这个故事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这世上最可怜的人就是 虽然相信耶稣 却没有经历上帝同在的人 我不是说 遇见苦难 你不会哭 你不会痛苦 一定会的 但你起码 活出那个积极的态度 面对上帝 你怎么样释取上帝 往往是在那个态度的过程当中 让神欢喜快乐的帮助你 一样是1840年代的一个故事 英国的宣教师要到中国大陆宣教 他买了一张船票 要坐船到中国去 这个船期要两个月 这宣教师本身很穷 他的教会本身也很弱小 给他的帮助很有限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 然后就买了一张船票 然后剩下的一点点就留下来 于是他就坐船 要出发往中国去 他心里想说 两个月在船上面 那他买的票又是比较便宜的船舱的票 那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所以剩下的钱就买甘粮吃 就买一大袋的甘粮 带上船上面去 他就吃着甘粮 第一个礼拜吃甘粮 还可以了 我们当兵吃过甘粮的鸡 有经验过 我们吃了两天就受不了 他第一个礼拜吃 第二个礼拜又吃 第三个礼拜再吃 越吃越辛苦 而甘粮本身也没有什么养分 他身体就越来越瘦 这个还好 他在船上那边最大的一个挣扎 是每天他都会经过餐厅 餐厅会飘出来这个香喷喷的味道 他很难受 每次闻到他受不了 肚子饿 就只好又跑到船上 又拿甘粮去来吃 他很想放弃吃甘粮 可是没有办法 总算时间过了两个月 最后一天 也是要吃最后一餐 他鼓起勇气 到厨房那边 跟那个厨师说了 他说厨师先生 我在船上 已经快两个月吃甘粮了 我每天经过你的餐厅 闻到这香喷喷的食物 对我来讲有很大很大的诱惑 你可不可以可怜我 我要到中国去宣教 给我吃一餐就好了 让我吃一口饭也可以 吃完我明天就要上岸了 厨师先生 你觉得我这样要求 可以吗 这厨师听到他这样讲 就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偷渡的 宣教师就从口袋 拿出这个船票 没有 你看我的船票在我这里 厨师就看着宣教师说 你既然有票 你难道不知道 拥有船票的人 每一天每一餐 都可以来餐厅吃啊 我要升到宣教师 我要回去再做一遍 同样的弟兄姐 我们信主之后 每一天我们都有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都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请特别注意 你跟上帝同行是一回事 你经历上帝的大能又是一回事 犹大跟耶稣三年多 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 行了很多神迹啊 可是生命没有交流啊 感情没有交流啊 好像住在一起 没有彼此相爱啊 要害出卖他 你以为耶稣在你身边 就坐在你旁边 你的心情会大增吗 错了 认识上帝是一回事 经历上帝的同在又是一回事情 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上帝 怎么样经历上帝 好像诗人他讲了这句话 诗人曾经讲说 要以他的圣明夸耀 寻求耶稣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稣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每天啊 各位弟兄姐 你醒来的时候 感谢上帝 赞美上帝 不论你是生病 不论你在医院 不论你在哪里 你都要像上帝这样积极的态度 在旅程当中 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个起点 旧约圣经的雅各 一样他有一个起点 就是他第一次逃难 经过波特利的时候 夜晚孤独在一个 多岩石的高地上面 整着一个石头睡觉 梦中上帝向他启示 在这里看见 上帝要跟人说话 要启示给人的时候 不是在热闹喧哗的时候 也不是在大庭广众当中 通常上帝是在人孤独的时候 在你无助的时候 在人安静的时候 他才向你说话 记住吗 上帝说话很小声 上帝说话很小声 伊利亚先知 看见上帝的形象 风来了 狂风大作了 地震了 上帝不在那边 直到最后上帝为生 在跟他说话 雅各在那里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成为他属灵生命 一个起点 改变他的一生 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假如这个梦 是从天上来的异象 他不只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而且让这一生可以经历更加美好 这个梦对雅各来讲 他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对上帝认知新的经历 雅各醒来了 他就说 因为我真的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雅各是第三代的信徒 在上帝恩典当中长大 可是对上帝的认识 他还是很有限 他可能还是依据自己的想法 来想有关于上帝的伟大 却没有经历上帝 其实上帝比我们想象还要伟大 我们人常常以自己有限的想法 限制住了上帝 耶和华曾经说这段话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常常读的 一起 我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有什么样的事情 到地步你会对自己说 没办法了 那是你说的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跟上帝祷告 雅各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一直都是他妈妈的宝贝的孩子 跟那个四处打猎的哥哥以少 很不一样 而今天雅各漂流在外 举目无情 上帝却与他同在保守他 主动向他显现 是他经历上帝 当他身心非常的困倦的时候 他就拿起地上石头 当他的枕头睡觉 万万没有想到 上帝主动向他显明 将他躺握之处赐给他 他就成了那个地的主人 上帝在意象当中 向他显现 并且向他说话 上帝要做他的上帝 使他经历上帝 过去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是以撒的上帝 是他的父亲 是祖父 是父的上帝 不是他的上帝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牧师你讲得很好 是你的上帝 长老你 你讲得很好 那是你的上帝 爸爸妈妈 你们都到教会去 那是你的上帝 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到 上帝是他的上帝 我相信 上帝要每一个人去经历他自己的全能 因此你自己的态度很重要 你必须呼唤 就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上帝呼唤一样 我经历的上帝 我经历的上帝 大部分跟我的爸爸是差不多了 但是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个别性的经历出现了 因此上帝要把他的祝福转移到 雅各的身上 上帝要他从客观对上帝的认识 变成主观的经历 各位弟兄姐妹 不论你的年纪如何 你非得要去经历 这个上帝必须成为你非常主观的 你去经历他你的祷告 蒙他如何的应验 在你征战的当中 怎么样上帝引领你 John Wesley这位伟大的步道家 他也经历这个重要的信仰经历 他告诉他自己 四个信仰的大的支柱 第一个就是圣经 也就是信仰的根基是上帝的话语 不论你到哪个教派去 你的信仰离开神的话语 你是危险的 你很容易掉到异端里面去的 神的话语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第二个 John Wesley说 依靠的信仰基础是圣灵 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 我不会了解圣经的话语 我心里不会感动 没有感情 没有力量宣教 因此我们当中如果信心很软弱 那就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在你身上做工 你要大大的呼求 我们一起叫 圣灵请你来 你要亲自经历他 每一天可以呼唤他 第三个是经历经验 每个人都要经历上帝 每个人都要经历上帝 像约伯在苦难的当中 上帝让他经历到了 所以他讲出最有名的一句话去 什么话呢 他说我从前 封文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到你 每个人都必须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把上帝当作封文的人 在得救的经历上 彼得也是说 你们如果尝过主人的滋味 就必如此 第四个是理性 总物实里他的信仰基础 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 圣灵的充满 都是主观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回到理性里面来平衡 所以因此我们来听讲道 因此我们有圣经的课程 我们有门徒的训练 你必须在属灵的功课 跟理性的功课里面 同时建造起来 让你的信仰没有偏颇 雅各 虽然在他人生旅途当中 曾经忘记了上帝 可是上帝没有忘记他 耶和华像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丢弃你 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之地 这是上帝对他的应许 彰显 所以上帝会引领你 某个部分我们发现说 好像我们的上一代的祷告 硬闭在他子女身上 硬闭在你身上 我在我哥哥身上看见这个事实 他车祸很荒唐 虚久 好几次车祸几乎要死了 有一次我看见他的车祸 只有过离谱了 那个玻璃全部扎到他的满脸上 我的二嫂一点一点的拔 一点一点就骂他 可是他没有反应 因为他最细心的 他都不会痛 你知道吗 又有一次他躺过在一个树 那个沟曲 排水沟的树的上面 一样都没有找到 我们都紧张了 早上起来 原来他在那边睡 睡得好好的 可能是我们这个家族 有这个属灵的一个供养 遮盖了他 可是并不表示他经历上帝了 每一个人必须对他 信仰要负责 上帝硬闭在雅各的身上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来教会做礼拜 听讲道 听现实 与弟兄姐妹的交易 而你却没有敞开你的心门 真实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只有在教会与主相遇 你在哪里都要与主相遇 在哪里你都见证 上帝是什么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雅各他的经历 第二个呢 是天梯的经历 我相信雅各后来 会把这个天梯的经验 告诉了约瑟 使约瑟对上帝有深刻的印象 雅各看见一个天梯 有上帝使者上去下来 使者在圣经当中是复述了 意思是有很多的天使 雅各的感觉很不一样 那个时候看见天的门打开 有梯子在这边 有使者上去下来 因此他说 这地方啊 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这上帝的殿 是天的门啊 很稀奇的 上帝的殿 那一位上帝 掌管万有的上帝 亲自出来对他说话 向他启示 上帝在这里先做了自我介绍 他站在梯子上 他说的话 说我是耶和华 你主耶和博拉罕的上帝 也是以撒的上帝 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比像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并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珠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蒙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绝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上帝一口气讲这么多话 这是他第一次听的 好像要把心里的话 他的计划 他的应许 他的保佑 他的祝福 一次跟你说清楚 免得让雅各信心不足 这是对雅各来讲 非常宝贵的经验 他第一次经历到上帝 特别特别的启示 我们看到 这个有地上 持通到天上的梯子 就是上帝为他所爱的百姓 设置的管道 到了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再把这个启示 更诠释得非常透彻 我们来读这段话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上帝的使者 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耶稣基督自己就启示 他就是那个梯子 他就是透过他可以通过他 跟上帝之间 沟通的梯子 耶稣拆毁了人跟上帝之间 隔断的墙 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耶稣基督是我们中宝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希伯来的作者 继续前世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资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从梯子经过 这梯子就是他的身体 也就是说 耶稣本身把自己立在地上 成为一个直达天上的活的体制 没有儿女 无论到现在 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那个地方的祷告 你就是设立一个体制一样 透过耶稣直通到天上 跟上帝来祷告 我们的耶稣 复活 正在宝座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 也听我们的祷告 雅各的灵命 就在那个时刻 开始有很大的进步 他说上帝正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当我们知道 上帝正在这里的时候 自然我们就警醒了 我们就不敢 我行我述了 我们不会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了 因为上帝在这边 他不是关在圣殿里面 没有 你就自然上帝就在我这里 我自然生出敬畏的心 不敢冒犯 就活出圣洁的生活 我可以肯定这样说 做父亲的雅各 深爱他的妻子 拉杰索生的儿子 约瑟 他也一样把内心当中认为 最宝贝的东西 也不断的 每一天的 告诉了 雅各 我们都知道雅各 比较少出去外面 那我相信 雅各就把这个故事 就告诉了约瑟一样 约瑟不像哥哥去外面 耕种或打猎 他比较长时间在家 他听的东西听了很多 另外雅各也说 我竟然不知道 因为表示说 他过去不知道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在他的观念当中 上帝是属于地狱性的上帝 你知道我们民间宗教也是如此 观世菩萨 他所管辖的范围 徒弟公所管辖的范围 官公所管的范围 都不一样 当然他们有最大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 我们只有一个 独一的上帝 当上帝主动的保护他 向他写明的时候 经历了天梯 就告诉他说 无论在哪里 此时此刻此地 也是我上帝的能力 可以遍及的地方 他对上帝又更深更深的认识 第二个 以超越眼光来过得胜的生活 约瑟虽然是个奴隶 但是他却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经文怎么说 约瑟在主人那里 蒙恩 是否他主人 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交给他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跟一切所有的 约瑟虽就因为约瑟的缘故 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的田间 一切所有的都蒙约瑟虽福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约瑟 未来的关键 就是约瑟 总是让人喜欢他 我们读第六节的 最后一句话怎么说 约瑟 原来长得怎么样 很俊美 用另外通俗的话 就长得很帅 我们看看旁边的人好不好 跟他说 你很帅 再跟他说 我真的认为你很帅 请你们不要怀疑 你真的很帅 如果是一个很帅的人 或者说对自己生活 是过一个得胜的人 你知道他会活出一个东西出来 说不出来 就是让人家很喜欢他 你不要以为年轻的男女 会彼此喜欢 男人会喜欢男人 女人会喜欢女人 我说的是欣赏 就喜欢看到男孩子 这么样的纯真 怎么这么样的善良 很想去拥抱他 是谁生你的呀 是谁那么有福气呀 有这样的儿子 有这样的女儿 让人很喜欢你 从心中表达对你的喜悦 约瑟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 不是只有脸的一俊俏而已 波提法看到这个现象 他很会跟他讲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是什么缘故 让你总是如此生命丰盛 交代你的事情 你总是给我办得这么好 甚至超过我所想象的 也许耶稣这样回答说 因为上帝与我同在 真的是如此 波提法不认识耶稣上帝 但至少他尊敬 约瑟所信仰这个上帝 因为圣经这样说 波提法看到耶稣 与他同在 他怎么认识耶稣呢 除非他在约瑟身上 看见他的上帝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 跟另外管理学的一个老师 叫科特 他终结说老板欣赏员工 至少有几个点 第一个呢 这个员工体会老板的处境 第二个 他配合老板的工作方式 第三个 他了解老板的强项跟弱项 第四个 他了解双方的预期 第五个 他让老板掌管一切 第六个 他不低估老板 第七个 他没有滥用老板的时间跟资源 就像杜拉克讲的 向上管理其实不难 我们不是在说拍马屁 而是单纯的尊重光怀 协助一个人出发 帮我的老板把事情做好 让他有绩效 让他有面子 就是身为部署最好的职责 不管好老板 或者你所认为的坏老板 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一个好部署 也没有人会推却一个来自真心的帮助 好的部署 事实上也会成为好主管的必经之路 部署哲学这本书的作者这样讲 好部署不一定能够成为好主管 但是不好的部署 必然不会成为好的主管 所有的主管一定都会有好部署 晋升而来的 因此如果你无法成为称职的部署 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能力 让老板信任你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成为最佳的人选 如果我们都是想事业上求得更大的发展 要比起带好老板的出现 主动当一个部署 成为好老板的一个爱将 让老板喜欢你 让老板不得不喜 没有那种心情是不能失去你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约瑟让我们看见他当奴隶的身份 却活出一个好部署的一个态度 你知道吗 机会都留给这样的人 因为主人不断的要机会给他 上帝又在他生命当中跟他说 约瑟你不只是一个被祝福的对象 注意听下去 你本身就是祝福 你脚所踏之地 必因你蒙福 上帝因为约瑟的缘故 也祝福波提法 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的人会因为你 而耶稣基督给你祝福 我们一起说阿们 但同时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说阿们 什么东西是成为祝福别人最好的方式 传福音啊 你拿什么宝贝更好的东西给人家 当然就是把那个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东西给别人 传福音就是最好祝福别人的方式 最好的管道 将上帝赦罪 将上帝使人得到永生 将上帝使人祷告 能够让上帝垂听 使突破困境的这个信仰 这是最好的方式 我拿东西给你吃 给你吃饱 我给你钱 给你买衣服穿 但不如我给你上帝 给你耶稣基督 让你生命改变 哪一个比较好 因此神对我们有挑战 对我们中立教会有挑战 我们拿什么东西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的教会 占据在这个地方成为中立式的祝福吗 你愿意成为被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 一起生活在中立教会吗 还是你有个态度说 我来就好 你们去做 不啊 圣灵对约瑟说 也要对你说 孩子别走 我给你祝福 同时 我要因为你脚踏之地 要祝福那地方 因此你的口别吝啬不开 你的手别吝啬不做 你的脚别吝啬不走 你的身体别吝啬不去分享 我造就你 使你丰盛 是为了使人别的得到益处 就像约瑟一样 那天他得到了宰相 不就是上帝为了祝福他更多的人吗 不只祝福他的百姓 以色列族群 他的家人 也是祝福了埃及地 能让他让法老王更大的尊荣 法老也把尊荣给了他 他也得到百姓的尊敬 这是那个时代当中 约瑟创造的奇迹 谁给他的 上帝给他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凡忠心的人 上帝就祝福你 圣经这样说 他对 他借着摩西 借着约瑟成就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为你祝福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了 所以我在读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中 他有个心理上的一个改变 这都我们去探讨了 一个叫做被害者的心态 一个叫得胜者的心态 victim mentality victor mentality 这两个很大的不同 很多的信徒本身是得胜的人 可是却活出victim mentality 一点的伤害一直带他一生 有的人是活在victim的一个环境 受害的环境 可是他活着一直都是得胜的心态 约瑟给我们看见 victor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转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起来什么都好 可是我们没有战斗力 有的人什么都不好 哇 可是到处都是战斗力 好像一个种子 到处都可以发芽一样 约瑟没有因为自己身体身为奴隶而哀叹 他可能不了解 他只是尽心竭力 办理他主人交代的任务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主人 是我们看不到的 是天上这个主人 你得要对他效忠啊 你不能只有忠于现在这个主人 忠于我自己的主人 你得要忠于这个主人 他发出去你的命令你要听啊 约瑟听得很清楚 别担心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赢过你 那只是外向而已 你别担心 弟兄姐妹 带着不知足 或者不感恩心态的人 就算把他放在天堂里面 他也是用一种乞丐般的方式 去活出来 要很矛盾嘛 是不是很矛盾 跟戈壁地说 我不是说你了 我们中立教会活出 让人富裕的 你要富裕 大大的奉献 大大的分享你的生命 大大的与人建立关系 别那么样的 自哀自怜的 自己有什么闷的事情 去找小组长 去找长老 去找牧师 好好祷告 生活没有像你想象这么样苦 总是有一条路 是你看不见那条路 是上帝会给你一条路 如果你认为 这里不是你应该身处的环境 而觉得说 上班是一让人辛苦的事情 那你是失败的 如果你认为你跟一个 你自己所不是真心相爱的结婚 我告诉你 生活不会美满 即使环境改变了 你还会继续抱怨 告诉大家这个事实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有不做的工作 有和善的邻居 有充满恩典的教会 但是没有完美的工作 没有完美的邻居 没有完美的教会 除非你是上帝 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感谢了 约瑟就找到那么一点点 找到那么一点点 值得他感谢 他握住 他紧紧握在心里 他等候 所以你的态度 若藏在上帝的立场 恳求神的帮助 让你活出一个 得胜者的心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 在约瑟的身上 我们看见的生命 不断的突破 再突破 他没有害怕 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办 但他心中有你同在 你就不断的加倍恩典 在他的身上 他的故事 也将成为我们的故事 主上帝 让我们不只是认识你 让我们更多更多经历你 我能告耶稣基睿里面祷告 阿们